老人们常说深米恩,斗米愁 谁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 还会发生如此害人听闻的师姐烹尸案 28岁的时尚圈明媛蔡天凤 被发现在大铺龙尾村 一村屋单位内被杀害烹尸主城 人肉汤 惨之遭当垃圾汤渣气质 关键这还不是普通的一起凶杀案 这起恐怖案件的背后 居然是前夫一家的蓄谋已久 事发两天 香港警方的快速反应 为人们解开了一层恐怖面杀 其情节之害人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绞肉机、电锯、碎尸、喷煮 翻版人肉叉叉包的故事 时隔30年竟然再度真实上演 如今随着明媛蔡天凤遗体的发现 人们不禁发问 究竟是什么样的恩怨 让凶手如此残忍至极 香港警方的案情通报 拼凑出一个港版上流寄生族的故事 我们先理清案件的几个主要人物 蔡天凤28岁被害人 蔡前夫28岁无业 年龄与蔡相仿 参与杀人 前夫妇65岁 曾任职警长 以为策划杀人的主犯 前夫兄31岁 任职其私人司机参与杀人 前夫母63岁 人说恶魔在人间 其实人心远比恶魔更可怕 话说蔡天凤遇害前从事的职业是平面模特 这几年她在香港时尚圈混得风生水起 最近巴黎时装周和米兰时装周都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都见到了她的身影 外媒形容她为一颗燃燃生起的星星 是业内最受欢迎 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在迪奥秀场上 她跟梅婷同台看秀 华伦天奴秀场上 她与张艺兴合作 在她的社交平台上 日常交往的都是香港名人圈的名媛 更是与郭富城的妻子方圆 交情匪浅 从蔡天凤日常发布的照片看 她私服华丽 日常就是晒各种大派和高奢 出席各种名流晚宴和时尚派对 跟时尚杂志聊时尚心得 据知蔡天凤的父母在内地经商 加紧富裕 而她本人多年来从没间断在时尚圈营业 很是勤奋 积累下巨额财富 名下持有多所豪宅 分别坐落于何文田加多丽山 荔枝角曼克顿山 同时她也是四家公司的董事 身家过亿 肤白貌美 身家丰厚的蔡天凤 婚后背景却颇为复杂 十年前 蔡天凤年仅18岁 就与一名姓旷的年轻人 凤子成婚 婚后先后诞下一儿一女 现在分别为十岁和八岁 其后数年 二人因感情不合离婚 离婚不久后 2016年12月 蔡天凤与香港 谭仔米县创始人的儿子 谭泽君结为夫妇 再婚后 蔡天凤又生下一儿一女 至此 年纪轻轻的蔡天凤 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可即便蔡天凤再婚 但与前夫一家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甚至是过年都会一起吃饭的那种 不过 与其说和睦不如说经济条件较好的蔡天凤 处处帮着前夫一家 即便离婚 对方家庭也一直处于富足无忧的状态 但邝家等人贪得无厌 过去数年一直依赖蔡天凤金钱上资助 包括生活上一切开支 要求打本做生意等 邝家以不同借口 磕锁的款项高达数千万元 面对如同吸血鬼 贪得无厌的邝家 蔡天凤一蒙生出疏远念头 2019年7月 蔡天凤花了7280万元 购入荷文田加多丽山的一栋房子 当时为节省印花税等原因 由前夫父亲作为挂名业主 没想到 房子变成了这起凶杀案的源头 去年年底 蔡天凤想出售这处物业 取回部分款项用于其他投资 为了更加体面处理这件事 蔡天凤还事先为前夫一家安排了新的住处 但挂名业主的前夫父亲并不同意 在他看来 无论自己是如何获得这栋房子的 但现在房子既然署名自己 岂能允许前儿媳说卖就卖 因为这栋房子 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据蔡天凤好友 以及出钱鸡凶的暴态透露 蔡打算立买其他地方给前夫家住 但是前夫一家大为紧张 有人更是扬言 若卖楼而没有安置他们就杀人 即便关系再紧张 蔡天凤也没把事情做绝 在新年期间 他的一名私人司机辞职 前夫一家就建议由前夫的兄长来顶替 蔡天凤没多想也就答应了下来 案发当天 就是前夫兄将蔡天凤送进那间死亡村屋的 并且也是他在事后 告诉警方 蔡天凤早已下车来扰乱调查方向 起杀心是前夫一家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除了争夺房产外 前夫一家还意识到 蔡天凤目前还没有和现任丈夫登记注册 这可能是蔡天凤遇害的最终的一根送命稻草 法律上来看 蔡天凤的前夫仍然是蔡天凤所购买房产的合理继承人 因为蔡天凤和现任老公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 也就是说 他一旦死亡 名下所持有的物业 投资等等 全部都会归子女所有 寄予前夫所生的一儿一女 会自动成为遗产继承人 所以 在前夫一家看来蔡天凤必须死 至于蔡天凤和前夫为何结婚7年还未领结婚证 这个原因就不得而知 富豪们的生活普通人真的不懂 有时富豪领证结婚害怕会被瓜分财产 这是一个十分客观存在的事情 比尔盖茨和老婆离婚后分给老婆几千亿资产 著名媒体大亨莫多克与老婆离婚后 老婆无厘头多了好多亿 这些超级富豪的婚姻 可能会成为自己财产迅速减少的一个机会 因为如果一旦离婚 根据法律 另一半又会分得对方一半的财产 那这对他们来讲就没有十足的安全感 因此有些富豪结婚不领证 只是在一块生活 后经警方调查确认 蔡天凤失踪的那天下午 是他的私人司机开车载着他 去学校接遇前夫生的女儿 根据他所在寓所的监控 当天蔡天凤穿着一身白衣 手上拎着爱马仕包和肖纳尔的袋子 出门之后便不知所踪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响 最后与蔡天凤接触的是他的私人司机 而这个司机还有一种身份 那就是蔡天凤前夫邝某的哥哥 邝某哥哥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被警方调查 而在警方调查过程中 邝某哥哥和父母为混淆警方视听 提供了不少假信息 企图误导警方的办法向 经过警方数日勘察走访 最终蔡天凤的尸体在香港大铺龙尾村发现 只不过已不是完整的尸身 而是被烹煮后丢弃的躯体残肢 还有一部分组织在汤锅里被煮 现场之惨烈 令部分年轻警员都无法忍耐生理上的不适 呕吐不止 经走访邻居和查看附近监控 21号下午 正是邝某的哥哥将蔡天凤送至大铺龙尾村的村屋 住在旁边的人说 听到有人争吵 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 但没有听清具体的内容 24号凌晨 西九重案组迅疾出动 在九龙城区将蔡天凤前夫的父母及兄长拘捕 而蔡的前夫邝某闻封潜逃 警方发布全网追击令 凌晨有神秘人在网上悬赏200万元击凶 发帖者个人头像为全黑色 身份不明 发布了一张据称是蔡天凤前夫的照片 网友猜测 此神秘人或为蔡天凤现任丈夫的谭君泽 法网回徽 下午16点多 企图潜逃出境的蔡天凤前夫邝某 在香港东游码头被拘拿归案 至此暂可告慰惨死的亡魂 案件曝光后 被捕的前夫一家四口身份遭曝光 死者蔡天凤的前夫父亲姓邝 人称邱哥 为案中主谋 邝球任职警队时 曾获颁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 并于2001年以警长身份 获加续第一巡扣 他于2005年驻守望角警署 任职征集警长 当年调查一宗刑事案件时 认识一名女子 邝氏后多次联络女子 更涉嫌将其强行侵犯 女子报警求助 邝英卷入封化案 被警方拘查 其后自信辞职 至于死者前夫邝某志 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 声称从事黄金投资生意 曾游说多名受害人借钱买卖黄金 又讹称可高价转售图利 最终骗取约500万元 埃里克斯被警方拘捕 并在关堂法院提堂 他于2015年 曾被美国运通银行 入饼追讨予以10万元欠款 2016年 伊伯仁入饼高等法院 追讨157.6万元债项 但据死者好友的暴态所指 埃里克斯其后潜逃 至此成为通缉犯 死者的私人司机 继前夫兄邝某杰 没有卷入任何刑事案件 但2019年 却因欠债23.8万元 被花旗银行 入饼追讨 邝岗杰宇财丁凤 一同出任粉红家人 有限公司 及熊熊小时有限公司董事 两间公司于去年5月 曾因合约问题 被人入饼追讨约13万元 死者潜伏母亲李某香 则为退休人士 曾于2016年 向高等法院申请破产 并于2017年获颁令破产 目前事案人员都已遭到拘捕 警方表示 今日暂控两名 年龄分别为 31及65岁的男子 合共一项谋杀罪 及一名63岁女子 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 警方本月24号 拘捕该两男一女 涉嫌在与大浦发生了一宗 谋杀案有关 案中一名28岁女子死亡 案件将于明日上午 在九龙堂裁判法院提堂 西九龙总区重案组 继续积极调查该宗案件 这罪恶的一家 哪怕被处以十次死刑 都不为过 但遗憾的是 香港没有死刑 即便是最高的处罚 也只能是终身监禁 律师分析 只要这名前夫也参与了谋杀 他将失去遗产继承权 但不管怎样 他与蔡天凤的两个孩子都能获得遗产 逝者已已 生者如私 在涉案的前夫全家四狗被捕后 蔡天凤与前夫所生的一对 现年十岁和八岁子女 变得无人照顾 警方表示 现任丈夫表示 会将前夫的两个孩子好好照顾 只是多年后 这样的惨案 到底该如何和孩子们诉说呢 私人已是 为生唏嘘 痛心 风平浪静 多年的香港 也再次深陷舆论漩涡 大家可叹 好人没好报的同时 更多的是多了一层恐惧 蔡天凤如此善良 不仅没有好结果 反而激发了魔鬼心中的恶 最终死于非命 这究竟是社会问题 还是男与女的对立问题 特别是在如今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蝴蝶效应 总是来得特别凶猛 所以 请人们打起精神来 你可以善良 但你的善良 必须带点锋芒 否则只会引狼入世 反受其害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利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